今天我們來詳細看一下 截至目前所有關於iPhone 12系列的洩露 iPhone 12系列新品發布會預計將於9月份線上發布 有關其價格功能和新設計 現在大多數信息已經被確定 首先在型號上 四種產品分別是iPhone 12、iPhone 12 Max、iPhone 12 Pro和iPhone 12 Pro Max 共計四種產品型號、三種不同屏幕尺寸 兩種機身框架材料 iPhone 12和iPhone 12 Max為5.4和6.1英寸屏幕 使用鋁製框架 iPhone 12 Pro和iPhone 12 Pro Max 屏幕尺寸分別為6.1和6.7英寸 使用不鏽鋼框架 並且新款iPhone機型也移除了iPhone 6以來出現的圓形邊框樣式 新的邊框設計將回歸至早些年前設計的方角邊框 比如iPhone 4 在機身背部 它們都有較大方形後置上頭模塊 iPhone 12 Pro和iPhone 12 Pro Max 更是含有Leader傳感器 看起來更像有後置四色 前兩款產品則可能都為後置雙色 在機身厚度上 相比上代也更薄 根據供應鏈內部人士的說法 即將到來的iPhone 12系列將擁有更薄的機身 其中傳聞中的6.7寸的iPhone 12 Pro Max 厚度僅為7.4毫米 而上代iPhone 11 Pro Max的厚度則為8.1毫米 與之相比縮減了0.7毫米 這次機身配色上iPhone 12和iPhone 12 Max 提供的顏色有白色、黑色、綠色、黃色、紫色、紅色和橙色 iPhone 12 Pro和iPhone 12 Pro Max 提供的顏色有太空灰、暗夜綠、金色、銀色和深藍色 我們以獲製iPhone 12全系列將包括 從5.4英寸最小到最大的6.7英寸 四種型號共計三種屏幕之重 但所有型號都會使用OLED屏幕面板 這座情況下 iPhone 12和iPhone 12 Max會裝配60Hz的屏幕刷新率 默認情況下 因屏幕刷新率增加 電池續航就會降低 所以屏幕公司還使用了自適應刷新率 來使它能好平衡 當然你也可以在設置菜單中更改刷新率的參數 除了屏幕刷新率 即將推出的iPhone 12系列 還將獲得改進的面部識別傳感器 使用後能夠從更廣泛的角度解鎖手機 除此之外 iPhone 12系列的流海缺口可能也要更小 同時也不會因為流海缺口變小 使FaceID工作所需的傳感器數量減少 另外從線路圖像中還可以了解到 實現小流海缺口 這似乎是很大一部分元器件 包括聽筒、搖聲器等器件 向上移動到手機瀏海邊框邊緣 並將其他所需的傳感器解壓在一起而實現的 iPhone產品使用的芯片一直是同行性能中最強大的 去年iPhone 11處理器使用A13仿生芯片 已經是當今最快的處理器之一 事實上,處理器在iOS系統上的性能更加明顯 因此,新的i14芯片一旦誕生更是無人能與此匹敵 屆時,iPhone 12全系列型號將使用由台積電生產的5nm i14芯片 i14芯片將基於ARM的移動處理器 雖然目前還不清楚,但據說該處理器提供高達3.1GHz的主頻速度 與去年相比,蘋果的處理器增加了400MHz 並正在開發一種名為ARM的規處理器 還將用於其未來的新MacBook筆記本上 這樣,新的iPhone機型可能是一批擁有超強性能的i14芯片 內存方面,根據目前洩露 被認為iPhone 12 Pro系列機型將具有6GB的永充 而iPhone 12和iPhone 12 Max具有4GB的永充 輕鬆存儲規格方面,今年iPhone 12全系列同樣會以128GB的起步 最大有望支持1TB的存儲規格選擇 關於5G,2020年將是蘋果在iPhone中引入5G支持的第一年 使新設備能夠連接到比4G網絡快得多 據傳言iPhone 12系列中所有iPhone都將具有5G連接性 其i14芯片通過與高通X60機代組合實現5G功能支持 今年,蘋果公司將為iPhone 12系列提供優質的相機模塊 儘管與前幾年相比,交付時間有所延遲 導致上市更晚,但它們確實攝影性能更強 根據早前光明池的預測 iPhone 12系列將在後置上頭方面進行一些改進 這其包括了可以捕獲更多的光線,以及擁有更強大的傳感器 事實上,並非所有版本的iPhone 12都提供相同的後置上頭 最便宜的機型將配備2個上頭 而iPhone 12 Pro系列將配備3個上頭 就像iPhone 11 Pro一樣,最重要的是新款Pro系列 還將配備第4個Ladar傳感器 類似於2020款的iPad Pro的Air鏡頭 現在iPhone 12系列機型的相機分辨率是多少 還尚不清楚 但我們知道,蘋果更喜歡研究解析度 而不是一直提升分辨率 因此,當其他競爭對手都在使用 4800像素、6400像素、10800像素時 而蘋果還在iPhone 11系列中,繼續使用1200像素 在這裡,我們也可以理解一個好的相機成像輸出 不僅與像素質相關,在iPhone 12可能不會有太高的分辨率 但我們將會看到更先進的軟件算法支持 iPhone 12 Pro和iPhone 12 Pro Max的後置三鏡頭 據說由LG公司生產,將用於不同的目的 即使它們具有相同的分辨率 並且鏡頭分布仍然視為主鏡頭、超廣角鏡頭和長跡鏡頭 但在iPhone 12 Pro和iPhone 12 Pro Max中 我們將可能看到有更強大的功能與軟件支持 如智能HDR和更先進的夜間模式 激光雷達傳感器欲將出現在iPhone 12 Pro和iPhone 12 Pro Max上 這是智能手機行業的新事業 這種傳感器蘋果在iPad Pro 2020裡使用過 它允許我們用紅衛線從3D視角掃描物體 雖然大多數用戶在日常生活中不需要持功能 但使用了激光雷達開發的增強現實iR應用程序 是可以高精度進行距離和深度工作的 至於視頻領域,根據iPhone 14 Beta 1內部的新原代碼 iPhone 12系列可以選擇最高以240幀錄製4K的慢動作視頻 和常規的120幀錄製4K視頻 至於相比iPhone 11系列 它僅可以以60幀和慢動作240幀分辨率錄製4K視頻 今年的4款iPhone 12共使用有3款新電池 型號為A2471、A2431和A2466 從線路圖像可見,它們分辨為227mAh、2775mAh和3687mAh電池 最低mAh和最高mAh為iPhone 12和iPhone 12 Pro Max 中間的2775mAh電池是iPhone 12 Max和iPhone 12 Pro的一塊共同使用的電池 雖然從以上來看,與去年iPhone 11系列電池比較容量減少了 但是可以確定的是,今年新屏使用了多層堆疊式主板和5nm工藝的S4處理器 機身厚度縮減的同時,續航也能有保障 除了以上的新電池型號外 蘋果還為今年的iPhone型號配備了兩種新的充電器 一個是型號為A1443的標準5W充電器 另一個是型號為A2244的新型20W充電器 既然配備了20W充電器 這也就證明了新iPhone 12系列是截至現在出現過支持快充功率最高的 要知道,往年裡的iPhone機型支持的最快充電速度為18W 現在有分析師和洩漏者表示 iPhone 12系列不會附帶充電器和有線耳機 這樣蘋果可以使iPhone的包裝更小 同時,生產的電子垃圾也要比平時少 當然,手機自發售以來一直包含充電器 其因新用戶需要為它充電時 這就指使為什麼不可避免要包含這些原因 而現在,一個新的洩漏表明 儘管將不附帶充電器 但這一代充電器還是會提供 並且也進行了改進 現在來自爆料達人洩漏指出 iPhone 12將附帶憋製的Lining到USB-C充電線 這種變化其進行了兩次更改 首先一,由上一代iPhone 11機型附帶的Lining到USB-A充電線 變革為iPhone 12機型上附帶的Lining到USB-C充電線 其次二,新的編製線將比目前的充電線更內用 雖然最終都會磨損,但後者的質量會更好 另外,該充電線是由灰色和白色的編製物製成的 尚不知道2020年發布的所有iPhone是否都將獲得新的編製充電線? 還是說就像2019年,Lining到USB-C充電線 僅限於更而貴的高端Pro系列 好了,今天的內容就這麼多 歡迎關注點贊和留言互動 下期內容我們再見